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6点到7点钟的时段 我是主持人蔡律平 我们的POP大国民今天刚才跟各位预告了 在我们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有才气的香港的电影导演 也是作家彭浩翔 上次来我记得他是春娇嘎寄名的第三集 Part3 我刚才跟他开玩笑说会不会在拍第一次 他说不会了 但这次来他要谈他的一本非常有趣的一本新书 很像极短篇 但是都分回路转 在短短的几百个字之间 非常非常有层次感 怪力乱神碎花群 来介绍彭浩翔导演 浩翔你好 谢谢 谢谢蔡老师大家好 先说苏敏 怪力乱神碎花群 怪力乱神当然我们已经懂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 碎花群什么意思 其实一开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 一开始大部分你看 老师你看过那个书 你都知道很多都是很重口味 但是也不只是重口味的故事 也有一些蛮 蛮pure 蛮爱情的故事的一个东西 所以原来想书名的时候就想 要有一个反差的一个东西 有一点重口味跟神情搭配在一起 所以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到这个怪力乱神碎花群 这个很奇怪的名字 这本书呢 说实在的 这个书出版的时候 我在想了 出版是应该蛮困扰的 第一个篇幅不多 第二个呢 每一篇都很短 第三个呢 你要把它编成一本书吗 如果是用正常的开本 它会变得很薄 如果呢 你要用很小的开本 它就会比较特别 可是呢 你要放到出版 放到那个图书市场呢 比如说放到书店的时候 它还真不好放 对不对 它很容易被 就晃过去了 所以这个开本 当然我要说的是 这个开本呢 我觉得很适合 彭奥翔导演 也就是一点古灵精怪 一点非常奇特的一种 观察人生 观察世界的方式 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文章 说实在的 还蛮 蛮现实级的 但是呢 充满了乐趣 先说说看 你平常 在创作的时候 这种短短的创作 他在前面的 这个短短的 一个前言的时候呢 这个彭奥翔说 只有创意 澎湃到原地 跳山下 都掉的一地故事的家伙 才舍得挥霍到 将意念写成 百多字发表 百多字就一百多字 否则 他肯定是个懒鬼 恰巧 我两者都是 好 这就是彭奥翔 这些故事 你都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 会动手一些 其实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我好像 我要等人家开尾 有开尾的时候 人家迟到 我一直叫 坐着等着手 这种时间 可能你要 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你可能 没法想出一个 很完整的 五百计 一千计的短片 但是 我觉得 不如把一些 很小很小的 idea 把它变成一个 一百多字的小故事 然后放到 这个微博啊 Facebook上面发表 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 因为这种短片故事 你可以在几分钟 两三分钟里面 就看完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种 很适合我们 在都市里面的人 可能 哪怕你在等星空机 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完 我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样蛮有趣 还有好多的故事 除了等开我以爱 最多的故事 是什么时候写的 就是去朋友的 电影的首映里 老师你去过首映里 你都知道 好多 不知道永远说 九点半开场 永远都是 十点钟都还没开场 大家都要滑手机 对 然后 那些明星 一直没有进去来做 就一直在外面影响啊 跟着 季节在聊八卦啊 这种 我永远就觉得 这种时间很浪费 我有时候 他说九点半开场 我知道他一定不是 我十点到 四个游戏 他还没开场 要到十点三十分才开场 所以你干脆就 对 干脆就拿出手机来 自己写短篇小说 所以就一篇一篇 这样子短短的这样写 而且事实上写 这个短篇 因为 你晓得 虽然是短篇 可是他有时候 他的那个变化很大 好 比方说 我现在随便挑一篇 我挑这篇文 因为这篇文章 实在太好玩了 太好笑了 他叫做宇天问 应该是 你是左边念 还是右边念 问天宇 还是宇天问 来一个 这样子宇天问 左边往右边走 宇天问 因为他是横排的 所以我就想说 你晓得 这就是太太怕我 我怕太太 这个左边到右边 右边到左边 差很多的 宇天问 他这本书是什么呢 他说 很短文念给各位听 灵魂会随雨水回凡间 他曾这样告诉沙利 那个他是女生的他 沙利但是女生的名字 这些年每逢雨天 沙利都会想起他 儿子上学后 沙利在厨房望出外 雨丝拖在玻璃上 像即当年 他在美术课时 爱画的笔触 沙利好想问他 问那个女生的他 要是自己当年 被他撞破 在床上的第三者 不是男人 而是个女生 他伤心的程度 会有区别吗 沙利有次 不经意的问过丈夫 他反问 丈夫的他 反问 要是床上 那个人是女生 他能加入吗 男生的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念这个 他的转折 非常的有趣 到第二段的时候 你就突然间 知道说 原来 原来这两个女生 怎样 到第三段的时候 突然间再转过来 这个女生 又跟一个男生 那男生又用这种方式 来回答一个 非常有趣的说 如果床上的是 另外一个是女生 他能加入吗 好 这个一下子 在三段里面 就把那个场景 连换了三个 同性的异性的 这样互相的切换 我的意思是说 你通常在那个 没事的时候 脑袋在转的时候 这些灵感 是从瞬间来的 还是说现场 某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某一个人 突然触动 你有一些灵感 你就啪啪啪就写了 一般来说 我都是 可能是跟人家聊天 听到有一句话 但是 但是 好像这句话 就让你想到 里面可能有故事 但是一般 我不会听到这句话 马上就写 很多时候就是 回家就会在想 如何把他 因为我觉得 一百四十字 好像很短 但是你要是 在中间能弄出 最起码两三个变化 我觉得大家看起来 就会比较过人 所以我永远都会想 如何 原来一般来说 都是写出来是有三百字 然后慢慢一级三 如何用最小的字 去讲这个故事 可是各位要晓得 彭浩翔导演 这次带来这些文字 但也有一些是超过一百多字了 有几篇是稍微长一点的 但大部分都是 大概有百来字吧 一页嘛 或者是最多到一页半 两页不到的篇幅 可是你想得很多的 我记得那时候你来 第一次来跟我聊到 村交跟志明的时候 你有讲过一个画面 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 你说因为那画面 我在台北也看过 我也曾经有过 类似的这种灵机一动 就是你说在香港的时候 常常因为也是禁烟嘛 所以不是很多 到了休息时间的时候 就会很多男生女生 走出楼外 走到后面的巷口 因为还不能在大门口 还不能嘛 你要走到后面巷口 在巷口里面 就会看到男生女生 各自抽烟 那村交跟志明的 某一种念头 就会在那样的场景里面 被触发出来 可是那种触发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 都可能只是一个点嘛 然后那只是说 你会越想越拉拉拉 拉开来 其实这种极短片 有点像 开始也是一个点 那个点触动了你 很多时候都是 好像我打个比方 中间有一个故事 是有一天晚上 我跟朋友去吃饭 去了一家特别烂的餐厅 哪里的服务员 每个人你怎么叫他 这个服务员 他都不过来的 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生气 觉得这帮服务员 好像双笔一样 然后大家都很生气 拿顿饭吃得很不开心 回家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 在爱心人希望去攻击地球 他们就决定要用 好多的双笔去攻击地球人 但是双笔运过来的时候 要花时间 他要把头一批运来的双笔 要藏起来 他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藏在这种餐厅里面 我觉得我最后晚上 就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但是就跟拿个顿饭 其实完全没关系 我就没关系了 我懂我懂 所以说 这也提醒了我们 其实有时候那种灵感 在瞬间来的时候 你的感觉跟 到最后你把它完成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 也会 他自己会有一个生命 他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生命 好我们访问的是 香港导演彭浩翔 我们的网络上面 已经有人说 哇是彭浩翔 好可见你知道 看过他的电影 对不对 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再回来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一段 有一篇文章 他大概只有 绝对不到一百字 只有大概几十个 一百几十个字吧 叫做复仇 这篇 这篇短短的极短篇 太精彩了 我待会来告诉你 好各位刚才一路听下来 就应该知道 我们的来宝 他是道道地的 从香港来到台湾的 对不对 因为呢 虽然他在台湾念过书 可是各位听到他刚刚讲 这个国语或普通话呢 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香港 香港来的 这就是彭浩翔导演 带来了这一次呢 凯特文化为他出版了一本 非常有意思的小书 叫做怪力乱神 碎花群 我刚不讲了吗 他有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 我还没办法估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到一百字 叫复仇 他 女生的他 他把自己胸部 脱落的皮都收集下来 混进了男人早餐的炒蛋中 作为对他昨夜不解温柔的抱负 可是除了他和他的日记外 谁都不了解 这个复仇事件的来龙去脉 就讲完了 但是你不觉得画面很有趣吗 你看看一个人 一个女生 每天把自己胸部上的一些皮 把他拿下来 然后就堵在 隔天早上就堵在 那个男生的早餐里头 然后看着那男生 觉得很好吃 很好吃 就把他吃掉了 然后你心里面呢 就一个OS 就要讲说 昨天晚上谁叫你这样对我 然后在日记里面表露出来 就是说他的一个几个句话里面 那个画面层次 跳了好几个 对啊 像这个 像这样子的灵感 你也都是在瞬间想出来的 很多时候就是跟朋友聊天 因为我也很喜欢听人家的感情的问题 我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女生 她自己想好多不愁的计划 其实都是没人发现的 她自己几嗨的一个计划 我说这个男生根本没发现 没有达到你的这个目的 但是她自己就觉得 好像我已经报复了她 我觉得这种东西蛮有趣 可是通常像你是导演 你有写作 一个点要发展出 真正能够发展出 到最后变成一个电影的剧本的话 这中间其实 转折的过程还是蛮艰苦的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对对 没错 我觉得有很多人过去 就觉得说 我一个好点子 可是同 你晓得有个好点子 跟这个点子能不能够经过一个铺陈 变成一个好的 可以实践的剧本 她发展出一个电影要好很多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我很喜欢 它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有背景 这个其实就是你知道 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什么 假如我是真的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他其实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而是你在理解他的时候 我讲这篇文章有意思是 人的理解是常常会被 有一个戴着一个眼镜的 对对 你想当然而 对想当然去理解一个事情 比如这篇文章就说 这个老钱这个人 他告诉这个姓张的张总说 他有军方背景 张总就跟他做了一个合作来搞贸易了 结果老钱又说 他常常进出那个军营 就王哥 或者说王董 就把俱乐部送给他了 然后老钱又说 他自己跟一些什么少校将军 有一些往来 这导演马上就搞了一个什么戏剧 找了这些女主角来KTV里面 来安排一些局 安排一些聚会 然后他说很多军券欠他钱 结果台上一听到 就赶紧请他来当顾问 最后有一天老钱被捕了 被抓了 大家才发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家都在军营里面经营福利社 这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他讲的都没有错 他没骗你 他都没有骗你 可是每一个人理解的时候都会想到说 哇他的背后一定是很复杂的 他能够在跟军方关系这么好 他能够怎样怎样都跟这些有军阶的人在这样往来 那你觉得这篇短片他有意思了 这篇短片也很有意思 他点出了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某种人理解人的时候 会从自己的脉络 对不对 context里面去解释你讲的话 去解读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 我想这篇短片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但是在这些短片里面也有一些 其实有一点忧伤 当然我要先跟各位讲 这里面有很多是很好看的 有一点点颜色的 带一点点两性之间的互动的 那很抱歉 都不太适合在广播里讲 你自己看吧 但是这书不是限制纪 比如说其中有一篇也很棒 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 这个彭奥佳还跟我讲说 他很喜欢其中一篇 我们就看了一下 因为我彭道也可以作证 我的书我看过几篇 我有印象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 我都给他做了贴纸 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 其中那一篇就在我的贴纸里头 这篇文章真的 非常有层次感 他其实是讲一个人 在大地震的时候 被压在那个 倾倒下来的废墟里面 有点形成废墟里面的压着 然后他看到了人家 要来救他 可是在他要不要出生 去发生说 要不要救我的那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现实问题 就那画面就啪啪啪啪跳 在一夜的篇幅里面 转了好几个场 最后他决定 还是让我死了吧 因为让我死了 我的家人就得救了 所以得救就说 在现实世界里面 就得到很多的照顾了 哇 这个转折是非常动人的 那一篇是我曾经有想过 是要把它拍成一个短片 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好看 蛮好看的一个短片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发现 哎呀 好像拍地震好贵 拍短片也没有什么人 去投资拍短片 所以最后就还是变成一个短片 除非你真的把它变成一部 发展到九十分钟 一百分钟的剧本 对不对 对 但是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发展成一百分钟的剧本 有可能没有一个短片 节目好看 我觉得它 它好像最好的状态 是在一个短片里面 所以我最后就把它写成一百多字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换句话说 你有很多的极短片的想法 未必能够发展出一个剧本 对 它只能够是一个短片 是最精彩的 对 反而是要是你真的要拍 可能要把它拍成五分钟 三分钟的短片 可能就非常好 所以我在出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推出了一个计划 因为很多小很多电影学院的学生 都来问我说 能不能改片你的东西 所以我说这本书 我就推出了一个免费改片的计划 你鼓励他们改变成短片 我说只要你在你的派的那个片 没有什么商业的用途 你不是卖给电视台 你只是自己派来参加比赛 参加营典 我是免费让大家去用 随便用 所以都可以拍 所以中间有好几个故事 都被拍成动画片 也有一些短片 他们都放到网上去 那些听闻广播的朋友 如果也有一些什么 对戏剧或者是电影科系的一些朋友 他也觉得说 你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 如果看到你这本书的话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面 抓出一些东西来拍成短片 首先要去书店买一本书 那当然了 对 我去都可以 但是你刚刚讲过说 不能够做什么使用 不可以做商业的用途 商业的使用途 对对对 纯粹就只是拍成 拍成你去参加比赛 或者学校演员 去迎接 学校什么东西都可以 放到网上都可以 好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访问彭导演 而且他也很乐意来台湾 来跟各位谈谈这本小书呢 因为就是因为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 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点 会突然间打动你 在那个点上面 你有一些感触 有一些想法 然后这想法呢 甚至将来有可能变成一个戏剧 比如说可能一个剧本 变成一个短片 变成一个动画的题材 那你是一个很跳动的人吗 我们台湾话讲跳动 意思就是说痛嘛 一个痛 那跳动意思就是说 你不是在一个痛 痛里面这样直接走 你常常有时候蹦蹦蹦 蹦蹦 就意思就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常常会形容说 这个人脑筋动得很快 思虑跳得很快 你算这样的人吗 我肯定是这样的人 我也觉得你像 我是没法 我跳的这个痛 是每个 限制在一个小时里面 我每天 差不多每个小时 都要跳一次 哪怕我在公司 我写一个小时的剧本 我可能就特然跳去 写小说 跳完小说 要做别的事情 要去 争取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案子里面 我觉得我 我经常都要这样跳 要是不跳 我觉得好辛苦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话 你的成长的过程 大概也说明了 你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在 大概在一个体制里头 在一个学校的体制里面 就这样乖乖的 像一般的乖学生那样子 对不对 你比较难吧 对 所以我基本上 我没法完全 每天都上课 我在学校里面精神投课 精神投课 很多时候 我整个中学都在投课 因为我没法坐在 一个班房里面太久了 可是问题是 一旦写起座来 或者是当了导演的时候 你需要一种专注 你又可以 你又可以 focus到你的人 你的一进来就 你想到拍电影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对 那段时间整个都要很投入啊 但是我除了拍的过程里面 是投入 其他后期的时候 你一边写手说 一边做后期也可以啊 我们访问的是 彭昂祥导演 你可以说他真的是 香港电影圈里面 一个鬼才了 他的才华非常的洋溢 那这次来呢 带回来带来这个 非常特别的极短片 那他们的出版社 为他做了一个书腰 上面形容的就是 鬼才创作人 彭昂祥的首部极短片 小说结集 这个极短片小说结集的 标题用的不错啊 因为这里面 但也有一些不太 不见得是很小说 但是很多都是 非常有电影画面的 待会来 我们继续来访问彭昂祥 好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们今天 彭昂祥导演来 我们也没办法开这个直播了 因为我们中间广告的时候 讲的东西呢 都是限制级的 对 都是限制级的 所以呢 因为是限制级的 所以我们最后 没有开这个 网络的直播 但是各位呢 可以直接看这个书 这书里面有很多 限制级的 可是在这书里面呢 也有很多 其实有点忧伤 真的有点忧伤 比如说他其中有一篇 我刚才跟 彭昂祥导演说 他叫前世 他其实简单的讲了 他用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字书 就讲了一个女生 他私生活非常不简单 大家都认为他 像台湾台湾的说法 可能就我们台湾叫公共汽车 就是跟谁都可以怎样怎样 可是呢 他决定有一天 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要出去旅行 他觉得到一个地方 重新去想一想 就他在中南美洲的时候呢 在一个二手市场上 看到一个俄罗斯娃娃 各位知道那俄罗斯娃娃吗 就一个套一个嘛 小的 外面一直套到 做个巴起来 他这样 看着那个俄罗斯娃娃 一个套一个的时候 他就哭了 因为他觉得他不管怎么变 他的内心都是空的 你晓得这篇文章很感伤 看起来一个好像 很多人可以不断的 跟别人谈恋爱 不断的一夜情上走 我们就讲夸张一点了 一个女生 可是他内心里面 也是寂寞的嘛 他其实蛮都会的 这个短片的极短片 很女性 然后两性的问题 也碰到了 然后一个内心的孤独 孤觉 性 一夜情 都不能够满足 他内心里面的某种空洞 这边这个短片 其实很精彩 其实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 其实内心都很孤独 其实我们都是用 很多的包装 好像俄罗斯娃娃一样 好像我们在网上 一直在包装 一直让人家感觉 我们生活过得很好 过得很开心 你看我们天天在拍 我们在吃什么 就是很急的 去告诉身边的人 你看我生活过得多好 多好玩 我好多 很多时候 我看到很多一帮人 在夜店里面 一直说要喝酒 其实那帮人不是没有 大家没有熟到这个程度 但是他一直在放着 用这边出来 让大家感觉他 生活过得很 很豐富 很充分的 好像好多朋友 我已经知道我其实是很满的 我的生活是节奏是很多 很复材很快的 我的生活空间是填得满满的 对 你刚才差不多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说实来刚才 宝尔翔导演那段话呢 我有一半没有听懂 我有一半没有听懂 我的国语都是 我只有呢 大概知道说他后面 但前面有一段 他讲那个夜店怎样怎样的时候呢 突然间我想说 他那夜店讲的是 讲的是指什么呢 希望大家 要是听个懂 我觉得听个懂我的国语的朋友 可能他是懂一点点 港东话的 你可是你又很有趣啊 你在 你现在的电影事业 在香港跟北京两边跑啊 那北京的时候 你就要讲普通话了 对啊 他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后来 因为我公司的同事 好多的片剧 他其实长期在我公司工作 他们慢慢 其实广东话已经 已经进步很多了 他在透过听我的普通话的时候 好 为什么我要问这段呢 我完全没有要调侃 这个彭浩翔的意思 而是因为 他这个书里面呢 也有几篇文章 很明显的是 在调侃 在捕捉 人跟人之间 沟通上的那种困难 其中有一篇呢 就很像彭浩翔导演 彭浩翔导演呢 自己在看电影的经验 那个场景呢 就是在卧虎藏龙 对不对 那篇文章太好笑了 那个 就说 这个导演呢 在看电影的卧虎藏龙的时候呢 突然间发现到 周润发回过头 跟这个 那个是 那个演员 杨子琼 杨子琼 对 里面叫秀莲嘛 跟他 讲了一句话 那个导演呢 突然间 眼睛跳起来了 他说 奇怪 为什么在那个 卧虎藏龙里面 周润发讲英文呢 他叫他 sorry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那个情绪是 因为他真的是 有东西对不起他嘛 情绪是完全是接得起来的 然后他讲起来就是 因为我的国语也不太好 可能周润发的也不算是很 所以你听他突然讲说 sorry 突然回头过来说sorry sorry 我就杀一条 我说古装品里面 为什么我讲英文 对 其实他其实是叫他秀莲 对不对 叫他名字嘛 对对对 广东话的 如果带一点点 普通话或国语的话 讲那个秀莲是怎么讲的 你们怎么讲秀莲这个字 广东话怎么讲 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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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如果带一点点 把它转成普通 国语的话 国语就有点 sorry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就叫sorry 然后后面这故事还没完 还还有后段 对不对 他后段是另外一个 对 是讲什么 后段是 我都忘记了 后段 对对 就这篇文章最有意思 我会说这个短片是什么 什么样好玩 就是说 他充分的告诉你说 在这个语言的交换 这个过程里头 他会出现了一些误解 双方understanding的那个误解上 对 那你想得 其实我后来有注意到 包括现在新加坡 新加坡拍的华语电影 还有在香港 尤其是这些年 因为你们其实讲普通话机会场合越来越多 对 那其实都会构成一种 你知道 语言上的这种 有趣的对话 特别是香港人有习惯在讲话中间 特别有英文 所以你很多时候就是 加上他有国语 广东话跟英文 你就慢慢变成 有点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什么来一种语言 所以他就会变成 你晓得 在我们对一个写作人来讲 他会捕捉到很多很有趣的 很有意思的那种画面 而且画面里面是代表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系 在互动的过程里面 造成的某些误解 这个我相信一定会 李刚才老师说的 前面在节目前的那个 我们在开玩笑是讲说 渣弹的 那个底加蛋 就我们台湾也有这个笑话 就是你去麦当劳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 点了汉堡以后 店员用国语跟他讲说 你要加蛋吗 那个太太是用 老太太是用闽南话 一说底加蛋 有差吗 有哦 底加蛋加五块 他一听 老太太就退到那个大门口外面 我就不要在这里等了 我到外面去等了 这样还要加五块 太贵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语言的 你明明是用 台语思考的 跟我是用 所谓的国语思考的 我们两间对话 就出现这个落差 你刚才你这个笑话 那个周仁发 在卧武场里面 会讲叫秀莲的名字的时候 让我们的彭尔祥导演 听成sorry 理由就在这里 因为夹杂在那个语系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落差 可是我整体来讲了 这本书有趣的是 它虽然是极短篇 可它捕捉到的人生的 很多的画面 都是短短的一个画面 后面会反衬出那个脉络 有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脉络 有的是一个人生 生命中的某一些瞬间的回转 比如说像地震那一篇 它最感动的人是 一个人在地震里面 被困在底下 按理说我们的本人 是应该被人家救的 可在被救的那一瞬间 他想到的是房子的贷款 然后地震的保险 然后我如果就这样走了 我如果就上台 长出来的生活费也怎么办 对生活费怎么办 我可能是个残废的人了 那我的人生怎样 但如果我就这样走了 说不定我的家人 会因为我走 而得到地震里面的一个 稍微得到很多的补偿 所以你知道 这个短片非常精彩 就是那个善良的某种人性 在那个瞬间 被大家感动到了 打到了很多 touch到很多人的心了 那这就是你的观察 你希望台湾的朋友 怎么看你这本书 我觉得这个书 其实也是一个 大家这时间比较 每个人都很忙 所以我觉得长片小说 有时候很多小就看得很累 对好多年轻人来说 所以这片小说就变成 可以永远的 可以带在包包里面 然后偶尔去看一下 坐车的时候 公车的时候 看一下老板还没回来 公司的时候 你赶紧看两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书了 然后你看这个书的大小 它刚刚是 大口袋 因为过去 有一些女生跟我说 她说 导演你的书都很大版 我没法放进包包里面 女生的那个 他们随身带一个小包包的时候 对 她说小包包就放不下 这个开本其实就大概一个手掌 像我的手掌的话 男生的一个手掌 大概还不到一个手掌大 然后差不多宽度 大概一个手掌宽一点点 而且封面非常有趣 它是一个一双漂亮的腿 玉腿 穿着那个点点点点的 那种裤袜 然后往上吊起来的 就往上倒的 你看到这一段 所以书名就很有意思 怪力乱神 碎花群 在这里面有一段也很有趣 就是很多人都有口头禅 这篇文章我也有印象 非常深刻 这个导演在后面 在讲每篇文章来龙去脉 他有讲说 他有一个助理 很喜欢讲 坦白讲 坦白讲 或者我们参加老实讲 老实讲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每个人都有一种口头禅 就你反而发现了 坦白讲的时候 讲的话 可靠还是不可靠 是可靠还是不可靠 对 一般来说都是可靠 但是我很怕 永远好多年轻人 都是要接种口头禅 就是你好像你永远要坦白讲 好像我感觉到 每一次你开墙 没有讲坦白讲的 都是骗我的 我一听到接种东西 我就觉得好辛苦 所以我就永远就用接种东西 来写一些小说 来风气一下他们 好 待会回来 我们除了继续来跟各位推荐 这个凯特文化 为香港导演彭浩翔 出版了这个极短片的小说 极力怪力乱神碎花群之外 我们待会来也来聊一下 彭浩翔导演的新的电影 在未来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划呢 你以后会常来台湾吗 你好像算来的 次数算蛮高的 我常常来 对呀 对呀 上次来的时候 我太太林书伟还访问了导演 然后在之前 找春娇找几美 对对对 然后出书 那是我访问你两次 前面也出书 对对对 奇怪你电影都为什么不找我访问 我不知道啊 电影公司安排啊 对很奇怪 为什么电影都找我太太访 书都找我访呢 这刻板印象 这样很刻板印象 来进广告 好欢迎回到 三点钟呢 哇也才也才一个小时 新出分享会 就在松烟 松烟文创园区的月乐书店里头 9月2号礼拜六 下午2点到3点钟 欢迎大家呢 可以去跟导演一起来分享 好我们刚好说过说 几分钟来聊一下 所以现在忙完了 这个上次来做春娇知名的 第一part stream 现在新的戏也在准备了吗 对呀 现在在写剧本 而且听说你要拍武侠片啊 对对 我介绍明年 你以前拍过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就是要改变一本 你的男主角会回头 跟女主角说sorry 不会 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这本 武侠小说 你自己是看 你在成长过程有看武侠电影吗 我也有看 但是我不顺看很多 我不顺看很多 但是有一本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一直想拍 我但是就一直没有机会 但是今年刚好 拍完春娇之后 就有一个机会 就要拍这个 像你这样的世代 尤其这样的风格 如果你要拍部武侠片的话 大概都不会是以前这种武侠片的类型了吧 我觉得 我自己拍每一种旅行 我都不希望是拍大家 肯定 大家见过 大家都想象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要变化一下吧 不管是古装片也好 时装片也好 不要大家都拍同一种东西吧 所以我自己现在介绍来之后 我就要一直在想 这个武侠片里面到底 就如何去变得跟其他武侠片不一样 拍电影的时候的你跟现在 平常我们在聊天聊写作的你 差距会不会很大 差好多 你拍片的时候很严肃吗 我现在脾气好很多 真的啊 对对对对 你说你只要一拍片就会 就整个就紧绷了 对对对对 哇 没人没人过来 对对对 所以你拍片的时候是非常严肃 非常的会骂人吗 因为很紧张 很紧张 会骂人 会骂人 会还不会 会 会 因为你的广东话 我来确定一下是会还是不会 会骂 OK OK 那这样好我们还是 我还是请你多聊书好了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是 不是为了骂人 我懂 是你很痛苦 因为每一天你希望走的事情 你都发现 永远都走不完 你拍片子 我记得以前 吴宇森 曾经有一段话 他那时候在好莱坞发展的时候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访谈 他那段话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在好莱坞 你只要能够在预算里面 拍出那个电影 卖作又不错的话 然后就把你当成神了 换句话说预算很重要 那台湾有些导演 你晓得就是很辛苦了 每次都是预算超超超超 超出很多的 你呢 你是属于那种预算给我多少 我就能够在预算里面 把你拍完的人吗 我都是在预算里面拍完 那你很厉害 因为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导演 其实我觉得他们蛮幸福的 因为你敲击之后 老板还愿意投钱 你不能幻想每一个老板都愿意在敲击之后投钱 万一人家不投怎么办 你这个事情就 你不是伤害到他 你是伤害到你自己这个电影 所以你基本上 预算多少 你一定要在预算里面 你看 你要看个老师你要看 季明预算就要第一集了 对 第一集好像 我那时候预算不够 哦 你知道吗 我把所有张季明的公司的戏份都删掉 就是我不要发钱在他的公司 我所有你看为什么所有记忆都在后行 小行里面做完的 从来没见到他的公司 因为预算不够嘛 对 可以这样子啊 可以啊 可以你的剧本 那你不就跟着 我原来谁要改 你剧本的时候有 但是我坚持要他的公司是没意义 因为我明知道不够钱 我坚持要他的公司 最后这个钱 你都全发光在美术 在弄他的公司 但是最后你把这个故事拍不完 最后到头来都是还是你 我现在拍完这个故事 没有观众说 哎呀 为什么这个电影看不到张季明公司 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啊 这就是说你 你还是能够在为了预算 做一些剧本的更动的时候 还是要让它合理嘛 对 非常合理的 对 好 最后几分钟了 来讲讲 讲 写作呢 写作在你的每次电影 拍电影跟拍电影的空档里头 写作是怎么样 写作帮你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的调剂吗 我觉得 我发现你很爱写东西 对不对 因为好像刚才也说了 你看写剧本拍电影 当剧片人 你永远面对好多爱变的因素 在影响到你的整个创作 但是你写小说 好像我写几段片 我不会受其他东西影响 你写的好跟不好都是自己 你不会说今天 那个纸张不好 笔不好 写不好 不会啊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能表现你自己的一个错评 所以我觉得写作是比较开心 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赚不到钱 讲到真的是 除了这个缺点 所有东西都好 就是辛苦了 因为现在整个的阅读市场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也差不多 也不容易 就不容易 但是好的写作 的确也让这个电影工作者 有很多的灵感 是从这边来的 他看到一个好的作品 不管是几段片 还是一首诗 或者是一个故事 他可能从这边得到一个创作 一个新的剧本的灵感 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content 就是content了 好 我们访问的是香港导演彭浩翔 9月2号 这个礼拜六的下午两点钟到三点钟 他会在松烟文创园区的月乐书店 各位朋友呢 如果有时间有兴趣 跟他去一起来分享 或者你想 透过他的广东式的这个国语呢 有更多的误解中的乐趣的话 也蛮不错的 也蛮不错的 今天非常感谢彭浩翔导演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这本新书叫做 怪力乱神碎花群 凯特文化为他出版的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也告一个段落了 每次碰到彭浩翔 我自己很开心了 因为从他身上 我也感受到了 某种电影人的乐趣 然后电影人的热情 那更重要的是 他对于文字的创作呢 还是持续的在写 应该过不久 我们还会再有机会 访问你的新书吧 对 你的新书量蛮惊人的 希望出版社海头文化 一直出版我的书 我就可以一直来跟老师去聊天 好 最后这一段 我还是有一点听不太懂 好 再次感谢彭浩翔 我是赛日平 待会呢 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俊昌 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记住哦 9月2号下午 彭浩翔在乐乐书店 跟大家见面 你也要 你也要爱我 你也要爱我 我给你 最好路到这里 你对我 已经没感到 别过上心 别过我 真爱你 你也要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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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尽管你若无买 寒寒寒 一封天涯 但若驚到這尾巡途散 驚到淡水的海湾 浪的人的愛情 已經沒人看 已經沒人聽 我給你 頌頭路高強 你對我 已經沒感到 到這重量 你若要愛我 我給你 頌頭路高強 你對我 已經沒感到 別顧傷心 別跟我這麼愛你 你和愛我 我給你 頌頭路高強 剛好淡水的海湾 在這邊看 已經沒人看